欢迎收看PayPal Webcast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校园采访中心 每个学期都会举办校园总编辑会议 让参与的学校可以分享各校参与PayPal的运作状况 以及交流公民新闻的经验 在每次的总编辑会议上 经常可以看到各校的代表热烈发言 提出看法与疑问 是很难得的交流互动的机会 第18届校园采访中心总编辑会议 5月19日在公共电视举办 14所学校传播科系的总编辑全都聚集在一起 分别介绍各校的新闻产制模式 以及校园媒体的运作方式 各校分别提出一则竞赛影片 相互评比 经验交流 这次的总编辑会议 各校讨论十分热烈 同学们透过一问一答的方式 也更加了解其他学校作品的呈现手法 那我想知道你们纪录片 比较一些详细的细节 例如说你们怎么去跟排 还有你们跟排的时间多久 是以小组为单位还是个人去跟排 下午的时间由不能搓的秘密 纪录片导演李慧仁 与同学们分享如何辨别讯息的真伪 我今天可能会用一些案例 然后来让同学去做观察跟思考 我觉得这些东西观察跟思考 对我们制作新闻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透过观察 你才可以发现问题 那发现问题我们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会用一些案例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假讯息 你怎么样去验证讯息 我觉得这对同学们来讲都是重要的 紧接着同学们来到摄影棚内 观赏公民新闻报的录影现场 并亲自上场体验当主播 录制自己的新闻 透过短短一天的交流活动 也让各校总编辑们得到满满的收获 看到了其他学校的那种不同的运作方式 和我们中正义报的区别在哪边 然后也稍微有学习到一些 比如说和学校的其他的系级的合作 然后还有校外的一些公关方面的合作 我觉得能够跟PayPal是最大 这个合作我觉得最大的帮助 其实就是让同学们的新闻 能够有更多一个管道让人家看到 而且其实除了我们会上去PayPal的网站之外 还有就是有些同学新闻可能会被悬上 就是可能在电视上可以播放 那这对同学们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成就感 一个很好的认可 走出校园社区全记录 一直是PayPal校园采访中心所期盼 鼓励每位同学都能记录观察 身边的感动故事以及公共议题 也让学生观点的公民新闻 能有更多展现的机会 PayPal公民新闻 在每次的校园总编辑会议 各校都会分享一则优秀的报导作品 并且进行校季竞赛 由秦林以及各校的总编辑互相评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今年获得前三名的是哪些学校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是主播吴慧山 在台东鸾山12年前 身为布农族人的阿里曼先生 为了抢救他们的家园 建立了这个鸾山森林博物馆 这里没有路标 电力跟瓦斯 只有传承布农族智慧与文化的远乡部落 他们坚持不卖任何商品 以为他们的家园 文化传承的理念 与这片森林共同生长 布农族称鸾山为萨拉萨 意思是牛奶与蜜的地方 12年前有财团想要买下这里作为灵骨塔 阿里曼先生费尽苦心 才得以保留这个布农族人的家园 这里就是鸾山森林博物馆 常常听到爸爸或者是部落的人 哇我们的土地被领悟捡拿去了 或者是我们的盐区地旧部落都变成国家公园 是不是有一块土地或者一块森林 可以留下来做我们重建我们的文化 这里没有路标电力跟瓦斯 只有传承布农族智慧与文化的原乡部落 我们认为这些森林 这些大者是我们生活的冰箱 我们的仓库 我们的银行老人告诉我们 但是真的要用很好的态度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从原点出发 从土地的元素 文化的脉络 历史的忠诚跟经验 找到我们支撑的核心的方向 布农族人为了表示欢迎 会准备山猪肉串 小米酒 以及用生姜 肉桂 甘蔗 姜黄 酿造而成的猎人的熟跑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知道鸾山森林博物馆 但阿利曼不卖任何商品 坚持文化传承的理念 传承我们的文化 留住这个地方 所以减持到现在不买东西 将近十二年来 我们虽然穷到只剩下森林跟土地之外 很有意思 进入这个布农族人生活的冰箱 会经过好汉坡 一线天 以及十二公尺高的大树 在这里生活的布农族人 致力于推广武恒山林 因为多多是大老板 招官来这里 他们说有没有什么捕捉要帮忙 或者要监管 我们坚持的不一样 我要让他们去看看 我们是怎样的生活 弄老师带我们一起种下树苗 他说这是对于森林的保护 永续地球的方式 象征把希望的种子 种在我们的心中 那现在也交给我的小孩子来做 慢慢学 而如木兰 他看到 有那么多人来到这里 他会对自己的文化非常的喜欢 这首歌的意思是回家 在他的歌声中 我们听到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 也许在物质上拥有的不多 但他们的笑声与活力 将和这块土地一起生生不息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epo公民新闻报 我是主播张子怡 幸福美满的家庭 对许多人来说 也许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但是不特地照公众心的孩子 却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创办人卢牧师 为了让这些孩子 在出社会后有足够的竞争力 决定将照顾中心改为24小时 让无家可贵的孩子 也能睡得安稳 其中一位老师 从小在伯特利长大 受到卢牧师的启发 他决定留在这里 细心照顾每一株幼苗 使他们成长茁壮 毛子娃娃有几个 我妈 顺遂大眼立体的五官 她是今年20岁的 陆凯图少女杜心仪 正值花样年华的她 每天上午早早起床 不是要赶着上学 而是要趁早赶到位于五谷的 伯特利儿童照顾中心 去看顾一群她的弟弟妹妹们 直班有吗?就是7年 没有直班有吗?就是8年 伯特利是她目前工作的地方 更正确地来说 是她从小到大生活的另一个家 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 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小朋友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 在教室吃完午餐之后 大家就要睡在那个大庭大通路 就是那个一家人的感觉吧 有时候出去啊 然后你就会这样 因为你是伯特利的孩子 又好又好 不知道怎么就比较好 因为是一个印记在生命中 照顾心仪长大的 是伯特利照顾中心的大家长 吴秋月 三十多年前 吴秋月来到五谷 成立的伯特利 一切就是从一颗单纯 想要帮助孩子的心开始 她像是这个家中的母亲一般 为所有孩子打点一切 有你深属的孩子 我就看到像这样的孩子 我就把他带回来 因为爸爸出生那一次 就是半变 那时候家里就刚好都没有人 然后适当就带回家 然后帮我接到教育 伯特利照顾中心的孩子 多半是来自特殊的家庭环境 吴秋月看见孩子们 因为缺乏父母陪伴 个性变得叛逆 甚至误入歧途 更加确信了 开设24小时 照顾中心的重要性 我要照顾他们 我很单纯的想法 我就是想要照顾他们 希望我可以帮助到这些家庭 这些家庭的父母 甚至他们的妈妈可以工作 让这些原本没有爸妈读书的孩子 他们可以读书 他们可以被培养 他们可以跟别人竞争 因为秋月老师就很像我第二个妈妈一样 就是从小开始培养我 然后照顾我 就很像我第二个庄 然后就像我第二个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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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秋月打造的伯特利 让许多孩子找到了温暖的家 而这样爱的理念 也深深地影响了杜欣怡 二专又保课毕业之后 她决定回到伯特利 成为陪伴孩子们的老师 待在这里 然后就是一种 我想爱的流传 就是不断地留下去 很希望就是 看见未来也有别人 也有其他的孩子 也跟我们做了一样的事情 在伯特利感受到的爱 仿佛是一个循环 这份爱也将透过心仪 与其他伙伴继续传递下去 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是主播吴子敬 台中市黎明自办重划区 强拆黎明幼儿园 引发多次抗争 幼儿园的缓拆期限 5月2号已经过期 园长林金莲 担心幼儿园随时会被拆除 来自各地的反破千团体 5月7号在台中市民广场 发起游行 声援黎明幼儿园原地保留 并呼吁土地重划区专法 落实土地正义 由于地創造生 原地保留幼兒园 缅 Alberta 先说 本子能够失去 粗米兵 镇重划地尊法 原地保留幼儿园 兵劳 棉 east 纇得艳阳高呼呼口号 来自各地的反破间团体 5月7号在台中市民广场 发起孩子的未来不能拆游行 诉求原地保留黎明幼儿园 以及市地重划理专法 高达75个团体署名走上街头 只因为黎明幼儿园的半年 强制暂缓拆除期限即将到期 民众高呼口号 希望政府出面积极处理 也希望更多人一起关注 黎明幼儿园的保留行动 主要是因为黎明幼儿园保留的这件事情 希望重划会这边去往原地保留的方向 去做规划的这件事情 我们却看不到任何的结果 所以我们是很怀疑 重划会他们对地震局的这样的一个决议 他们到底有没有尊重 或者是根本是一个不鸟的态度 不太想甩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协调处理 我们也觉得就是说 市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的积极度不够 黎明资本重划 民国97年启动 幼儿园与重划会纷争不断 之间的佩地诉讼 黎明幼儿园去年底败诉 在各界生缘党拆之后 市府协调重划会缓拆半年 如今缓拆期限届满 市府与重划会却没有积极作为 让幼儿园的强拆危急在气 我为什么要站出来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受害 继续在这块土地发生 我愿意站出来 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受害者 游行团体出了诉求 黎明幼儿园原地保留 更表示去年被宣告 部分条文违宪的自办市地 重划办法 内政部不应该只做补丁式修法 因为简单的讲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一个 就是市地自办 奖励市地自办重划的这个办法 其实是在去年 然后被大法官739号 市线文就是宣告 就是部分条文违宪 那其实黎明幼儿园 它只是在这个 整个自办重划的 这个制度自二底下的 一个受害者之一 那除了黎明幼儿园之外 其实在台中市 还有很多类似黎明幼儿园 这样的一个受害者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东西不是 单纯是一个个案的一个救援 而是必须要做制度上的改革 所以我们才会提出 就是市地重划必须要立专法 对此台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 将持续协助寻求共识 争取再协商机会 也表示内政部已经进行 自办重划办法修法 同时研议定定市地重划 条例专法 以符合人民期待 藉章一致林静婷 台中采访报道 每一次参与 总编辑会议竞赛的影片 是越来越精彩 不少学校更是提早 好几个月来准备 他们要参赛的作品 希望这样子的良性竞争 能够透过各校的总编辑 带回校园当中 基里同学报导出更精彩的公民报导 分享给Piibo的观众 Piibo Webcast 我们下次见